美國聯邦政府的專家今天會第二次嘗試進入霍姆斯的住所 昨天霍姆斯和普通觀眾一樣買票入場 不過他不是輕輕鬆鬆看戲而是密謀殺人 霍姆斯行空之後在電影院附近的停車場被捕 染了一頭紅髮的他伸穿防彈背心並沒有反抗 還對警方表示自己是電影中的反角小丑 有分析也指他是模仿電影的橋段行空 他目前被機押在監獄 不肯向警方透露犯案動機 警方又在他的車輛售出AR-15部槍 散彈槍和一支.40口徑手槍 而另一支手槍就留在戲院內 警方說霍姆斯是合法擁有槍械 過去兩個月內他在槍械店及網上 買了四支槍和6000發子彈 相信他是單獨行事 至於他的預所距離安法地點不遠 警方發現屋內布滿複雜的炸藥機關 疑犯計劃在戲院犯案的時候 以時間制控制家的音響發出巨大聲浪 如果警方接到噪音投訴去調查 就有可能觸動機關爆炸 無法兼顧戲院的槍殺案 警方會安排拆彈機械人人爆炸彈 附近的居民要疏散 法武師來自加州聖地牙哥 門居指他從小就讀來讀往 很少主動和人交談 石士畢業後找不到工 去年獲科羅拉多大學 取錄為神經科學博士生 上月突然退學 他的家人發聲明慰問死者家屬和傷者 他的媽媽說 知道發生槍擊案 就有直覺覺得兒子是兇手 民眾對事件也感到震驚 在戲院外點起燭光表達哀思 有人傷心痛哭 而在華盛頓白宮和其他政府建築物 連續六天下半期致哀 總統奧巴馬暫停在佛羅里達州的競選活動 返回華盛頓處理事件 並為死者默哀 他承諾政府會彰顯公義徹查事件 兇罪 交流 兇罩 兇罩